好的,大家好,我是小华 今天新的虚构叙事呢,更新了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我觉得这一期呢,算是比较难打的 我自己是早上试了一整天,是打不过 然后我下班过后回来呢,试一试打过了 我是有带黄泉进去打的 我觉得黄泉是蛮不错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队伍吧 跟些思路 然后我这个Buff上面呢 我都是选最上面的这个Buff的 就是当我们释放战技的时候呢 攻击到敌人,他有概率叠这个爆裂 也就是敌人呢,最多可以叠到六层 那边还有说 然后他死掉过后,或者到他回的时候呢 就会有一个爆炸 相对的附近的敌人呢,也会受到伤害的 好,首先是我上班这边的队伍呢 我是罗刹、克拉拉、黑塔还有阮梅 阮梅呢,可以给克拉拉还有黑塔增伤害 好,这里进入我是用克拉拉的 他们就会有一些怪呢,就会被我击破 得到一个裂伤 好,首先会是阮梅先出手 先反击一下 好,阮梅呢,去打那些还没有击破下来的小怪 然后开大招 我把全部怪的血压低一些 因为等下黑塔呢,战技的时候呢 就有机会出发50血以下的追击 好,这边克拉拉,击破 好,开大招 准备反击 然后我的手已经在黑塔那边等了 好,黑塔那边也要放大招了 好,开大 好,看可以压多少血 好,大只的,死了,剩一只 好,大只的,死了,剩一只 来,差不多,反击 好,死 好,直接进来了 好,阮梅这边普攻小猪猪 然后罗刹这边普攻,然后直接开大招了 我叠个一层 好,这边放个战技 没有的转,没有机会转 好,这边克拉拉肯定是要放战技的 要准备第二个大招了 好,这边我同时出发了追击 把他的怪压掉了 还击 这有一点运气概率啦 你要赌一下你的运气好不好 就他们会不会一直打克拉拉 如果他们不是一直打克拉拉的话 你可以重开了 用克拉拉是有点小运气成分的 这边有罗刹选择开战技 是可以马上让我有第二个大招 那我就可以丢一个大招 补一点点小小的伤害吧 文字锤也是肉啊 因为有时候那种怪就是欠一点点血 你要把他杀掉 他有一个猎伤炸出去 那个暴力 因为我这个队我是试了一下 是战技点不会缺的 所以我会有时候放一下罗刹战技 剩两只三只 普攻个避难一个 开大招 软眉 罗刹这边呢选择 肯定是普攻 好反击 看可以杀掉没有 好普攻 省战技点下来 好这个大招我就留着了 因为杰帕德他有运气 我留进去 可以击破杰帕德 先开克拉拉大招 好黑塔这边呢 战技把小蝴蝶打死 这些蝙蝠 哎呀没有 触发追加攻击 这边有点可惜 好罗刹这边呢 普攻一下 然后我的回血buff没有了 那我就开大招 点一层 顺便击破一下杰帕德 就是把击破的韧性条打下去 我尽量会让克拉拉来击破的 因为物理击破比较痛 好战技 牵一点点 好黑塔战技 转圈圈 没有的转 可惜了开大招 因为我等下没有战技点了 我要马上接大招 不然到软枚了我就吃不到那个buff了 好这里我选择普攻这个小蝴蝶 杀不死没有办法 好他会打我我会追击他会掉下来 好我这边普攻个b那个他欠一点点血了 开大招看可以杀掉他没有 他自己自爆死了 这边开个大招看可以打一点点伤害 补一点蚊子推的 好就是这样了 然后到下半的队伍 黑卡这边的阵容 这边其实我有试过不同的角色击破 就是用卡夫卡或者是黄泉击破 我自己试下来呢 黄泉进去击破的时候看到伤害很高 但是因为你没有跌持续伤害 所以那个怪不会被炸死 总结就是用卡夫卡击破进去会收益比较高 就是这样 卡夫卡战技 好黑天到这边战技 把他击破下来 然后接着他打最旁边那一只 然后帮他上一个持续伤害 跌成再下 然后个b的行动时候呢 他又会再再下 他就会死了 好 到个b的炸一下 然后小机器人爆炸 他也会死了 然后召唤新的怪出来了 黄泉这个时候就开大了 好 把他们整波秒完他 然后打完这边后呢 就会还剩下一颗小机器人 好 小机器人 我一个战技收掉 嗯 这边可能没有暴击了 他没有死到 补一个卡夫卡战技 好 进去马上开大招 炸一下 用卡夫卡的大招炸 他们就会慢慢被炸死了 然后黑天到这边普攻小猪 好 有九层我先不要开 因为这一波怪会慢慢死掉 因为他们吃了卡夫卡的大招 我等他们死得差不多七七八八的时候呢 黄泉直接开一个打 全部新一批的小兵就会被我打死 好 就是这一批新的小兵了 直接开大招 就等他们走完他们的持续伤害过后 我才会开黄泉的大 收掉那些新的兵 还是有一些旧的混在里面的 但是问题不大了 好 卡夫卡战技 然后黑天鹅的大招我留着 我留着进去 好 这边选择普攻小猪 然后追击掉下来 好 打杰帕特很好 因为我带宇宙四场趋势 他只要一打杰帕特我就在叠成了 所以叠成速度会很快 好 这边卡夫卡战技 好 卡夫卡也存好大招了 好 这边普攻 存点战技点进去 等他们慢慢炸死自己 好 选择普攻 一样留战技点 好 等他们炸 这边我战技 死吗 死吗 好 死到七七八八了 好 进去了 好 一进去 黄泉直接开大招 直接把他一波 兵全部砍完 一波兵砍完后呢 黑天鹅开一个大 然后卡夫卡开一个大 这样就算是杀掉他两波小兵了 因为卡夫卡的大招呢 是杀不死小兵的 可是黄泉的大招是可以杀死小兵的 所以你开黄泉的会收益比较高 要不然卡夫卡开大了 然后你黄泉才开大呢 那个小兵不死 所以黄泉开大先 进来的时候 好 黄泉现在开大 现在的情况就是有大就开大了 只是进来的那一波要注意一下而已 然后我就是在堵他打杰帕特而已 他一打杰帕特我就可以充一次能了 然后我应该都会专注去砍他的小兵了 就是他召唤来的大精英怪 因为可可利亚我是散不死的 我这伤害还砍不过去 我试过很多次了 所以我自己试下来 我的最高分数呢 是去砍小兵会比较好 我就不挣扎去砍可可利亚 砍不死了 可可利亚可以开大了 我就开大 好 六万了 好 这边选择普攻 追击卡不卡欠一点点 卡不卡一个战机 开大 好 他的精英兵全部都死了 最后分数是六万四千七百 就是这样啦 然后这里大概给大家看看我的配置 光追 命座 好 黑卡的队伍 好的 这期虚构性的影片就到这边啦 如果我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就多关注下我这个频道嘛 再见各位 拜拜 拜拜